背着家背着老公 然后一直都希望是老公背着自己 就这样一生就过去了 然后对他到最后都说 都在说那个我们还是 作为一个女人 我还是希望能够怎样怎样 我说那你得到过吗 没有 让人痛度的是希望 没有 你这辈子靠什么活过来的 我自己活过来的 但是我们是女人呀 我们还是希望怎样怎样 就他的步伐已经走前面了 脑子还在后面是吧 就是怀着一颗破碎的心 他这个真是挺有意思的 就是行动上全都独立女性了 就是思维上还是得想说 我好像我所有做这些 只是为了有一点我能靠着 其实回过头来想 我觉得小璐刚才说的 那个愤怒不能接受 其实他衍生出来的不是幽默 他衍生出来的是怒火 倒是我们说的那个接纳的态度 哎 医生也就那么回事吧 他也不容易 一辈子就是这么过的 那些懵头懵脑 乱了些帘子乱撞的人民群众 一辈子也就是这么过的 就这么回事吧 都能接受 反而是这个态度 眼神幽默 就是讨厌有人告诉你 该怎么过吧 对 就有时候我看那网上 有的人就告诉你 独立女性该怎么样 就不要结婚 有的人告诉你要嫁人 其实说叫你要这么嫁人的 或说叫你要去独立的 都是同一种说叫 是的 其实独立女性 有一万种样貌 对 她可能不结婚 她可能早早就结了婚 对对对 她可能结了一百次婚 还有可能像树木西的人 不管丈夫多渣都喜欢不结 不离婚 是独立女性根本不是说 你谈不谈恋爱 你结不结婚 是不是生孩子 不是由这些事情来 第一 你是不是独立的 对吧 不是那个上野千惠子 也被人家爆出来说 那个结婚了 那又怎么样呢 是吧 好像她一被爆出来 很多人会哄悔似的 不管她是情人关系 还是夫妻关系 我觉得这都 一点都不影响 为什么不许独立女性结婚呢 这真是奇怪 这个想法 她说觉得 我好容易抓住你的小辫子了 哇 这个就特别慌张 居然喜欢男人 现在娘位 爹位都是很不好的词 因为这个就意味着 一种好像很腐朽的 其实现在小孩 就是会说人家爹位娘位的 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说 他们确实就是说 反抗那个父母的生活 一方面就是 其实他们已经过不上 父母的生活了 我也愿意就跟你一起 开那个洗衣店 一起跟你计算那个税收 这样的来输情 现在什么什么 所谓的女性剧也好 女性成长剧也好 大女主剧也好 最后都是用爱来收藏的 那像苏木希丁这样的一种状态 真的太少了 这个女的怎么不跟这个渣男离婚 你没法拿这种公式去套她 对对对 她爱她呀 她怎么渣得到爱她 这多好啊 这是力量嘛 是的 那有多少爱 才能包得住那样的渣呀 说明她有很多很多的爱 生命力很充沛 元气伶俐 我觉得说 现在我们真的是很缺少这种 就是这么有元气的女性 因为她这个经历是不可复制 就你没法说她这个好 我就用在某个某个模式去给她 没有 这就是她 你不能说她这个好 我们就推广性 不具有这个 但是她依然有具有价值 依然有推广性的 我们整个就是社会也好啊 文艺也好啊 就各种剧场都在鼓励那种 就是说 那种软不拉击的 粉嘟嘟的爱 甜死你 对 就是太厚了 就是整个 大家都在那个唐葫芦剧啊 都在那种 就是耍甜甜圈啊 这类叫甜宠 我听到这两个词 都觉得逆发慌 对 说到甜宠 我想起来就是 今年的奥斯卡的 提名影片里边 有个叫《悲心三角》的 不是个男女故事的片子 但是其中里边 有一个小细节 我特别喜欢 就是一个小伙子 追一个著名女模特 那她一辈子都不离婚 还跟那个男人耗着 但事实上 我觉得她的了不起 就在于 不管那个男人多混蛋 她都从未泯灭过爱 她到死都爱那个混蛋 我觉得这是 特别厉害的女人 第二 虽然她爱这个男人 她这辈子 没指完过这个男人 从不指着 她自己养活自己 自己照顾自己 哪怕自己得了绝账 她癌症之后还在工作 然后生活中 是自己照顾自己 自己开着车上下班 她从来没有 没有得到过 也没有企图得到 那个男人 对她的任何的照料和养活 她甚至于 对任何人也都是这样 好像当时那个导演 就是说要 那个失智一合 说要去看她嘛 她就说 我已经生来正了 就是意思说 我的状况会越来越长 她演小偷家族的时候 她已经完全是这个状态 对 我看她那个样子 就是中国的演员 比她小得多的明星 身后得跟着六个助理 出去工作的时候 数目吸引那么大岁数 那么大的国报级的演员 然后而且已经癌症 都转移了 对 她一直在工作 她天天上下班自己开车 没有助理在后头 给她扛东西 伺候她 所以我真的觉得 特别喜欢你说的这一段 就是这个就是女性的力量 对啊 女性的力量 男人到那个地步 早就崩溃掉了 但是数目吸引真的是做到 她多自力啊 她这个自力啊 我觉得她真是女性典范 而她比一般的自力的女人 因为很多女性 实在是泯灭了对男性的情感 我们就只好自己坚强的 在这站着 数目吸引却 但她没有泯灭啊 她一直爱个混蛋男的 所以这我才是觉得 她生命力何等旺盛啊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现在一直对我们自己的 文艺不满意啊 比如说就说 就太多的爱了 就最后就是说 也不是说太多的爱 最后总是用爱收藏 包括就是盛西全宇宙 最后也是用爱收藏的 然后让那个男人来抒情 让那个男人来抒情 比如说如果再爱再再 刚才张约老师说的这个 我突然想起来 就是我有两个小侄女嘛 我我今年过年回家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这两个小孩姐姐啊 她经常都妹妹 然后她经常会问她的妹妹 我搞不搞笑 她会问这样的话 那就已经成了一种新的 一种价值观了 对对 她就是她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然后她问妹妹我搞不搞笑 然后妹妹笑得很开心 然后她就很有满足感 然后我们也会夸她搞笑 我就觉得这其实确实是一个 真的是 要不然以往的女孩只会问 我可不可爱 怎么会问我搞不搞笑 不过这个也跟那个短视频有关系 不完全那个脱口秀 因为整个短视频 那个出来以后就喜剧为王 大家就因为 首先就整个社会对快乐的需求 其次就是我觉得 确实是 居然可以开始出现 搞笑成为了孩子身上一个优点 因为我们小 我们这一代是不可能存在说 你身上的优点是搞笑的 尤其是女孩一搞笑 人家会觉得她250 但是幽默主要是把男孩都变成哥们 是是是 幽默确实嘛 就是一直以来 幽默因为 幽默的一个东西 它是一定是反传统女性气质的 因为幽默里面 它代表了你智力 因为幽默其实是你这整合信息的能力 你如果要把别人逗笑 那你一定要比别人想得更快 想得可能更机灵一点 那它首先在智力上 它就是等于 它等于在智力上 至少在当场的时候 在那一刻 它的智力上是领先于其他人的 有没有男观众给你喝彩的 从来没有 大部分时候都在煮方便面 对对对对 打折的时候买回来的菜 那他妈妈做的那些海杏 就觉得特别好吃 但是他就是 每一颗都自己挑挑挑 然后给家人做 这就米兰·芬特拉不是说的吗 就是热情洋溢的风格背后 掩盖着枯燥的心灵 就是你月升是浩大的这种 这种爱可能它 我需要靠仪式撑起来 因为如果我直面你的时候 还被电影发现 其实也没那么爱 对所以 所以现在一参加那个小孩的婚礼 因为你知道婚礼设计的人 现在婚礼都好多 好多桥段了 什么要拍片子吧 各种时空对话吧 现场各种热泪盈眶 飞着过来 开始我还挺感动的 后来越玩越欢 对现在很久 都跟你奥运会开不试似的 我就看着就心想 你们俩可别不到一年就打起来了 就是这光这个还过得了 而且还很考验家长了 家长也得唱歌 我心里想以后 我儿子结婚 我得唱歌了 太恐怖了 别结了吧 妈妈不想唱歌 现在你看那个王老师什么 就是你看他 你会觉得说 就大家可能不会马上想到性别 也不会马上想到年龄 是不是现在有大家在聊的一个中性感 是这种感觉吗 其实我们四个好像都挺有中性感的 我为什么 好像孤军作战 好像我存在没有合理性 不知道是为什么 可能有一个比较肤浅的原因 我是感觉当一个人 作为单独的一个人 跟很多对情侣在一起的时候 你不自觉的是会很尴尬的 也不完全 那也有男的也是单身的 所以你会突然会又掉到那个 就被性别所凝视那种感觉里面 或许是我自己 你怎么能代表你自己呢 或者是我对我的性别 虽然说我有点比较麻木 但是很多时候 我觉得我没有对这个事情非常自如 我还是要学习 还没有非常自如 对 说到那个穿搭 你看这个所谓的知识分子穿搭 指的是什么呀 都比较客气 简单 简单 黑衣服 黑衬衫 白衬衫 灰衬衫 有点刺胸莫变 他一定不强调那个性器官 他那个衣服一定不强调 比如说大胸 他像这样宽松的 挡住一切 大屁股 这一定是不可以的 知识分子穿搭是没有这个的 他强调的是理性 我们是有头脑的 我们是靠头脑生存的 我们是不靠性器官生存的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 这也是大家一个偏见 于是就有了那么一个词 叫胸大无脑 说一个女的胸大就没脑子 其实是偏见 因为我觉得在我认识的女性里边 有好几位特别聪明 特别能干的女的胸很大 包括你自己 以及包括我吧 哪有这样自己 哪有这样独宗人 我是一直藏起来的 但是大家为了抹杀 靠性别特征生存 这样的一个特质 就一定要把聪明女人 给规范成 性器官不明显 你去看电影里边 如果要演特别知识分子的 特别文艺范儿的女明星 担保 都很担保 都不能有凶 对 所以包括你看 那个在西方笑话中 就是关于女性笑话中 最多的一类关于女性笑话 就智商 承担智商比较低的 都是净化女郎 漂亮就意味着智商低 但是比如说你 刚刚我们谈到的 马里连闷路 人家就智商很高的 金发鼻眼大胸 其实很聪明 为什么就是 慈雄默变和忠性 还不是一个意思 忠性这个概念 其实是和中国革命 有点相关性的 就是在历史 美学上来看 就是说因为中国革命 女性也是半变天 男人能做的 我们女人都能做 我们写电视剧的时候 比如说就很少 给35岁以上的女性 那个荧幕份额了 所以这次 那个爱情神话 被做得很好 是因为突然好像 我们有了一方 中年女性演员 就是平均年龄 相对到40岁左右的 还能活跃在舞台上 而且就是还挺美的 不像就是以前 就是35岁以上的 女主一出现的话 就是好像已经被生活打败的 已经千尝百孔的样子 高中年 你怎么这么少年啊 没有啊 一个女人个人 没少年是无尽的 怎么这批诀的 跟我好别啊 哪 一个女人个人 没等她过一半的女人 是无尽的 一个女人个人 没学到过一半位 是无尽的 一个女人个人 没违世改我过 是无尽的 一个女人个人 没浪迹过天涯 是无尽的 等一个 来 碰起 怎么走了雨来 要少肥了 一个女人个人 怎么少肥子 我都走 走了 一二十天不出来 我都走 整个就是说 影视剧来说 就是说中年男演员 能出彩的很多 包括比如说 这次狂飙 会那么 对啊 就是 但是女性的 就是中年女演员的 那个场域真的很低 那你跟那些编剧有交流吗 他们有没有聊过这个事 我很少跟编剧交流 我觉得刚刚聊到爱情神话 它之所以能够 让中年女性在荧幕上 呈现出一个中年女性 该有的这种 不管是智识 还是她的美丽啊 这些 还是因为她导演编剧 都是一个 女性 对啊 90年的 对 她是她自己生活里 就是一个非常支持 女性的各种发展的一个人 她自己也是 一点点自己把剧本写出来 然后拍出来 而且她也经历了很多挫折的 是 对 因为她自己本身就是非常在意 就是女性成长 其实就是你女性进军各种领域 你的实力越来越强 虽然我们不是说非要木墙啊 但是说你如果在这个领域 你连存都不存在 你就更不可能发生 你哪怕一开始你是少数呢 慢慢你成为了可能半数 之后你成为多数 那你能掌控的 我觉得就是你能表达的东西就更多了 当脱口秀演员 女的 我觉得真的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 但是如果所有东西 比如说你都消解了 你都OK了 那确实就是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 那你就忽略了你自己本身的一个 你真实存在的愤怒和生气 像刚刚老师说的 就是妇科 你说妇科这个东西 这不算什么 但是皇帝得症状他也疼 就是不是说他的生活很好了 这个痛苦他就不是痛苦 他依然是痛苦 我觉得只要是痛苦 他只要你 你自己真实感受到的痛苦 他就是可以言说的 当然 我是觉得那个 就是痛苦要还是痛苦的时候 他就只是痛苦 但如果痛苦是个笑话的时候 他就多可笑 对 就是你痛苦加个时间加喜剧技巧 他就会成为 这还有公式的 痛苦加时间加喜剧技巧 他才会成为段子 不然就是祥林嫂呀 对吧 这个就像那个失恋的事情一样的 就是说你刚刚失恋 你没法讲的 就是过了一段时间 当你能够讲述的时候 这个男人已经曾经生活中 这个女人已经从你生活中撤出 对对 你要从那个废墟上站起来 站起来 你还在那个废墟里 那就是祥林嫂的一生嘛 那个我经过世的 那个日本老演员叫苏慕西林 苏慕西林 苏慕西林说话都很幽默呀 苏慕西林他一辈子也不离婚了 他老公那么对他 都是啊 又家高又出北 就是生活中 就是他们并不顺厚在一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